有的吃瓜网友今天纷纷改口 全都表示自己要去卖身了 就在所有人准备要去医院门口排长队的时候 有那么一群宝宝突然成了一股清流 那就是陈学东的员工们 因为陈老板已经许诺大家 人手一部iPhone X 就连泽鹏也是十分的羡慕嫉妒恨哪 没想到你离陈老板 还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人民币玩家啊 宝宝们请坐好 下面头条军要开始拉仇恨了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命运让我们多涨了一颗肾 新机的苹果公司再出新机 各大医院肾脏摘出科的床位 怕是不够用了 然而正当头条军寻思着 要不要托盆药挂个专家号时 传来了一个让人护去一阵的消息 某爆料不嫌事大的网友 在微博上po出了陈学东工作室的聊天记录 同志们 老板说了 给大家全部订iPhone X了 这一爆料不要紧 居然让头条军在有生之年 头一次看到了网友大和谐的场面 没有对立 没有分歧 有的只是齐盛的高呼 陈波斯 你那还缺员工吗 对此 头条军只想说 你力霸道总裁陈学东 冲了员工的花样还多着呢 一年两次出国游 外加一次时装周 我的陈老板 时尚时尚最时尚 员工肯定